兄弟们 我算是发现游戏特色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事情 反正我是经常遇到 每当我杜姐的时候 就差那么一分 就是不给你加 没办法 差一分 我就直接去打一把杜姐倒 可是 确实我遇到了猪猪队 把我溜了之后 还疯狂的嘲讽我 我这包脾气 完全没法忍啊 开局了 哥哥 先看航线 这航线我都选择科学馆 钢枪加大分 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落地的时候一定不要挥拳 挥拳的话他以后有个多余的后摇动作啊 我们直接捡物质 他会直接把枪给撑起来 可以瞬间打人 舒服呀 打这个科学馆阻楼的话 一定要带一个好点的耳机 仔细听脚下 脚下一个脚步 OK 我们从窗户下去 直接带走 舒服呀 带走一个之后 我听他后面还有一个脚步 还有一个人 正当我准备掐手的时候 听到边上一个人过来了 赶紧躲一下 没有想到是个鸡哥啊 舒服呀 带走鸡哥之后 前面这个人竟然摸出来了 撞了好几枪啊 这个时候别着急 先换个子弹 然后呢再给他掐个手雷 人就在门后面 掐个手雷 一颗手雷直接扔过去啊 听脚步 人往后面跑了 我们直接追 听声音他拉投资物了 赶紧往前面走 没想到是个震宝蛋啊 舒服呀 这个时候也是利用一波我们的听声编位 听到有个人往我们这边摸 利用鬼跳跳到他的近脸 没想到是个鸡哥啊 带走这个人的同时 我已经听到天火板上还有个脑6啊 因为现在复活时间马上要结束了 我们马上摸上去抓他 可是没想到被他给脱了一波 赶紧后撤 仔细听对面的脚步 利用连体赶紧打下状态 还有最后30秒左右 没有时间跟我们考虑了 直接冲 就算没打过 我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说实话第一时间 看着他的时候有点马枪 不然的话可能直接被我抬走了 对面残险直接下去追 没想到直接被他接住了 这个时候仔细听对面在说什么 飞舞脚太郎 飞舞啊飞舞 真XX呀 这么惨 太逼 OK呀给他装起来了好吧 不要以为我查最后一分度结局 我不敢来抓你 哪怕我现在是无敌战神度结局 我也一样来 仔细看他的ID 破绽刺痛 不知道一天被我杀多少回 既然敢跟我装 当我带着愤怒飞回来之后 发现这个小子已经完全的猫起来了 动的不敢动 你什么东西啊 就会躲躲藏藏是吧 但是我知道这个小子肯定在这边猫起来 想等我露出破绽的时候 偷我一说子 再别说了我就在这里等着他 这个时候这个小子也是按捺不住寂寞 直接上来偷我一波 直接给我打到半血 别着急 仔细听对面的脚步 扔在右手边 先打下状态 边打状态边停脚步 以防对面跳出来 直接给我们两枪带走 舒服呀 什么东西啊 你都没用的东西啊 呃 当时情绪比较激动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 这个人天天亏评抓我 被我杀无数回我都没说什么 他竟然还嘲讽起来了 啥也别说了 真的跟个狗一样 就因为跟这个小子就谈太久 圈也是刷走了 错过我们最好的进圈时机 现在只能扛要慢慢进圈 这个时候前面草舵有个人 我们不能打他 打他容易出事啊 先慢慢往前面摸 当我下来的时候 听到左边房子里面还有个人 我人麻了呀 我们边走边架 听脚步前面这个人已经走了 我们先拉到前面草舵 先打下状态 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啊 边上的人都在虎视眈眈 只要你摸出去肯定白给 前面那个人一直在开枪啊 没办法了 前后两边都有人 我们得找一边先打了 先打前面这个人 带走之后 后面这个人马上摸过来了 直接打 刚准备打药 没有想到左边有个老六 直接给我带走 唉 太难了兄弟们 真的没办法 当时的话也是恭喜我 成功度劫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